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看封面大家都知道今天這條影片的主題是什麼 就是一個開箱片 對,就是我這個頻道比較少發生 但偶然都有少少的一個luxury開箱 對,這一類型的開箱袋還是這麼小的 未有打算買一些大件的 對,這個就是我男朋友最近送給我的銀包 順便拍片洗,Aman 我一直都是讀她做lory 但原來一直以來都讀錯了 她的正確讀音,我上網搜尋過是讀Loewe 對,應該是這樣 她的包裝其實都比我想像中平實 大家知道買一些luxury brand 買開一些Cucci,Chanel那些 都是有點fancy的,特別是Chanel 她上面有花,有絲帶 但她就是白色和黑色 非常簡潔,一個紙盒 其中一邊有他們的logo 真的沒有特別 我們就一起打開它 我也是買回來之後第一次打開 裡面就有一個product care guide 好,然後它就不是那種塵袋質地 它是一種比較厚實的麻布布袋 連牌子名字都沒有,只有logo 對,我就入手了這款銀包 看上去是非常平實的 就不會說很fancy 為什麼會買一個銀包呢 就是我男朋友覺得我經常用的Chanel卡 它很可憐,我經常塞很多東西 然後賺到它很爆 有時候我不是用小袋的話 他都覺得我可能需要一個銀包 多於只有一個卡 純粹如果要轉小袋才用的卡 他就覺得這樣比較實際 所以他就想買一個銀包給我 之後他原本是想買BB的 因為我有跟他說過 我很喜歡BB新的設計 它的格子變瘦很大格 真的很有趣 但是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那個大格純粹在袋上才有趣 我不是想他買一個袋給我 只不過我覺得那個銀包就不是我真的很喜歡 然後我們就去看Celine 但Celine的尺寸就不是我理想型的尺寸 它就是卡住那麼小 然後一砰就砰到比較大 我就不太喜歡很大或者長銀包那類 所以就放棄了 然後我的卡住現在是Chanel 所以我就不會去想 然後就經過這個Louis 我就突然給他這一款 而且這款顏色就深深吸引了 首先他不是太貴的 他就4800元 然後他的尺寸就剛剛好 我這個小小小也可以拿到 然後他這個顏色 非常Spring Summer 就應該是剛剛新出的 他不是有什麼很幻想的名字 他也是叫做Pale Green 不是我那些黑黑沉沉的銀包 我就不太喜歡了 而且低調得來他就很有質感 他就會是這一款的荔枝皮 然後就是一個帕樓 裡面是非常實在的一個銀包 旁邊有一個Logo之外 就不算是很花巧的東西 那這裡我貪他的擺錢的格 其實真的很高 他不是只擺到一張 我找一下錢在哪裡 我放進去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位置剩 所以有時候用來擺單的也很方便 不是只可以用來擺錢那麼少 然後旁邊兩邊都有暗格 然後1 2 3 4 對啦 有8個位置可以擺卡 旁邊這裡就是有一個Combat 可以擺放一點散紙 他裡面這些皮也是非常非常之軟 對得住他的價錢和品牌 其實他的細節位做得很漂亮 拉鏈小這邊是黑了Logo 然後拉鏈位也是有他們的牌子名 甚至乎他這個帕樓的扣位 也是黑了他們的牌子名 然後他們的額文下面也有寫明他們是在西班牙那裡做的 就不是那些 特別意大利 法國那些牌子來的 那我就在IFC那間店買 那些職員服務是很好 他是有提過我如果我用這個錢包經過他們的店 可以進去做一個皮的保護 雖然我不知道他會幫我做什麼 我也蠻期待 但是 這麼久以來我買過其他的牌子 都沒有人去主動提出有這個服務 所以我自己蠻喜歡的 感覺蠻良好的 那我這次的分享 就不是鼓勵大家買些Luxury的東西 那其實也是看自己的應付能力 那其實也不算是很貴的 還有一個錢包也真的用了很久 我對上一個也是這麼貴的錢包 就是一個Cucci的錢包 那其實在上面的 對 那個就由我20歲開始到現在的了 是我媽媽送給我的20歲禮物 那我一直都不捨得扔的 然後之後的錢包就沒什麼貴 直到就是我前年買的那個Chanel 然後就到我男朋友送給我這個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便宜中貴的東西都會買的 我亦都很少去入手一些這麼Luxury的牌子 所以都很少這一類型的開箱 那其實都是兩力而為 如果有少少閒錢和自己開心的話 那買一兩件也無妨 但是如果你說你的收入不高的話 所以不需要沖大頭去買些很貴的東西 去裝備自己 我覺得不需要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開箱 那下次拍這一類型的影片 都不知道是多久之後的事 對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我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收錄兩條新片 加逢星期六週新片 同星期日假週十二點 對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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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